大家好 這次是遊戲廢人 會想做這次的閒聊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前陣子心靈特工測試大翻車 也被挖出工作室正確高管的各種行為 其中一個是不准人用他或他來稱呼自己 這點也反映在遊戲中 每個角色都硬要加上獨特稱呼 但身為一個自認真正打從心底接受各種性向的人 不得不說這樣的行為是赤裸裸的歧視 第二個就是林玉婷事件 只覺得好好的比賽被這樣搞真的很讓人做喔 因為不是女性就不會有sy染色體 有機率就是有人會遇到 像我也是有幾個抑鬱常人體質 之前得的照幼細胞瘤在下巴這裡 看X光發現提醒我的醫生當下也說他不確定 因為只在醫學院學過 第一次遇到真實病患 當場跑去查文獻 覺得很有可能才提醒我去大醫院檢查 這位醫生都已經差不多50歲了 另外像我的關節也活動度特別大 像這樣 我可以直接折到碰到自己的手臂 或者是我的手指 可以這樣子彎 這樣是完全不會痛啦 我就是可以這樣子隨便亂折 大概折成變成 這樣子一團都沒有問題 對 這就是我手指關節的靈活度 當兵的時候就有被琴拿樹教官點名出去當教材 說這種體質的人出現機率不到1% 而且傳統琴拿樹對我這種體質完全無效 但還是有對付方法 於是教官當場就直接把我手指 就是中指 直接這樣往後 凹 然後就解決了 就這樣子就是對付我這種人的方法 有夠痛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的膚質 可能有人會誤以為我是都不出門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皮膚 對 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看到是完全沒有開任何的濾鏡什麼的 反正我就是真實拍攝 現實看到也差不多就是這種顏色 就可能有人會以為我都不出門 實際上我是一種非白紫但完全曬不黑的皮膚 之前我開始健身的時候因為太白所以完全看不到肌肉線條 然後我花了大概上萬元去用日曬集考了三個月 結果半個月就完全白回來 就跟現在完全一模一樣的白回來 所以就直接放棄了 再來第三點就是我比較個人的事情 在上個月過生日雖然平常我自己是不會慶祝生日啊 但還是跟往歷一樣 我收到的第一個訊息 就是生日訊息 還是我15年前的初戀告白對象 雖然告白失敗 但之後發生的事情改變了我們兩個人的一生 對這改變一生包括我們的行為 甚至就連他的老公也是因為當時我追求他 才讓他認識的 之後我們還是變為好朋友 那即便現在他已經結婚有兩個小孩了 但每年他都還是會記得我的生日 這也帶到我今天的主題 性別尊重 身為一個藝術系學生 性別議題幾乎是完全脫離不了的問題 畢竟動不動就會接觸裸體 大意的時候我也有畫過人體素描 幸好班上的女生 也一致要求要畫女生 還沒有請男模特 當時也看了很多性別相關影片 甚至還有看過變性人的紀錄片 變性人真的非常辛苦 不要以為只是動了手術切完就完全沒有事情 後續的復健醫療還有可能伴隨而來的疾病都超級多 這裡就先上一個我大一時候的照片 當時重達127公斤 想想交不到女朋友也很正常啦 不過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當時我告白的那對象 其實他有男朋友 他男朋友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人 之所以後來會鬧飯就是因為我做了一個大忌 我當著他的面直接跟他說他男朋友是一個爛人 這對所有女生來說都是一個大忌 也因為這件事情讓我發現我根本不了解女生 但當時我並不是基於什麼 因為我想追你 所以我故意講男朋友壞話 不是 所以他男朋友真的做了很糟糕的事情 因為他男朋友會跟蹤他到學校 然後看有哪個男生跟他有接觸 再去私下警告那個男生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行為 因為他男朋友根本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當然分手以後我們兩個就和好 只是畢竟那之後都已經過了兩三年了 所以你要說什麼再追求 也就沒有這回事 就當好朋友而已 在大二上被拒絕後 三個月我瘦到剩下85公斤 也就是我瘦了將近42公斤 那這張照片是當時我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暴雪展時候 我受到館長還有系上教授邀請 講解暴雪歷史的座談會 之所以會留場法就是因為 我的初戀對象在拒絕我的告白後 就把頭髮剪短了 而我當時是一個長髮控 所以我就問他為什麼要剪 留場法不是很好看嗎 但他給的理由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留場法很麻煩 這時候我就忽然領悟到 既然我要當個立派的長髮控 就應該要了解留場法有什麼樣的辛苦 但就自己來留留看好了 於是一留就留了三年 那順帶一提在這之後 我覺得短髮其實也超讚的 像玩遊戲創起來我都改選短髮了 既然變瘦又留場法 接下來當然就是要穿女裝啦 雖然這麼說可能會有人馬上就 蛤 但至少從身邊的人反應 我發現幾乎 所有的男生 都會誤會穿女裝這件事 最常見的誤區就是 你是不是同性戀 當然也有好幾個就直接明問我 而且我直接說不是 他們還不信 最後只好趁出差的時候 直接帶他們去趴夫趴夫 才終於認我是兄弟 實際上穿女裝的理由 在森博士的黑貓的三角這本書 這是一本小說但這個是漫畫版 這本書裡面登場的一位角色 小鳥遊戀舞就詮釋得很好 小鳥遊戀舞是哪一位呢 就是這一位 他在裡面是男性 那麼穿女裝的理由是什麼 很簡單 不為什麼 就只是好看而已 只要看起來覺得好看 那當然可以穿 就這麼簡單而已 也因為告白失敗的一連串事件 我發現我根本不了解女生 這時候就想說既然要跟女生相處 自然要切身的了解 關於女生的行為 算就結果來說 我身邊的女生反而是覺得 我的女子力還比他們高 實際上大學我就認識好幾位 男同性戀的同學 但跟他們相處起來 反而更自在 一來我很清楚 我這種穿女裝的才不是他們的菜 二來相比一般男生做事的確細膩很多 少很多麻煩 甚至有一位學弟有邀我一起環島旅行 那是一場一般人根本無法想像的神奇旅行 在暑假的時候那一週的時間 就是我跟學弟 再加上20位學妹 我們就是兩男20女 直接去環島 環島方式就是到不同學妹家住一晚 用這樣方式到幾個選定的學妹家過夜 然後到他們家去煮飯 或者是吃大餐 當然有煮飯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我來煮的 其中當然也有互動不錯的學妹 那位學妹也有來幫我一起煮菜 只可惜 因為一件慘劇 反而讓我產生了PTSD 就是有一晚我們去KTV 因為氣氛很好 那我跟學妹的互動 其實大家也看在眼裡 所以我們就被推上去 跟學妹一起情歌對唱 但實際上我是一個 跟會夜機裡面白音一樣 同等級的音痴 我跟他的音痴是幾乎完全相同程度的 那順帶一提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入學生會 而且我剛好就是 才快的部分 而我之所以會進去 就是被我們的副會長拉進去了 在這個情況跟會夜機也有點像 也因為我那個音痴等級 所以一唱下去 就瞬間整個人場超級尷尬 後來我只好一個人躲到 旁邊隔壁的包廂 因為那晚我們就選定 直接去KTV過夜 一個包廂唱歌 另外一個包廂就是睡覺 所以我就躲到那個房間去睡覺 不過睡醒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學妹就直接睡在我旁邊 所以突然就覺得 好像也還不錯拉 只是之後去KTV 我就是乖乖點餐 當分母就好 再也不唱歌 後來那位一起環島的學弟 還真的遇到了感情問題 喜歡上了隔壁班的男生 但那位男生又是直男 然後被發現以後 兩個人氣氛就變超尷尬 於是那位一起環島的學弟 我們就簡稱學弟A 他就想要靠著出遊 恢復兩個人的友情 於是他又找了另外一位 學弟B 來陪他一起壯膽 而他們兩個 是建宗的同學兼情敌 對他們兩個在建宗 然後是情敌 好像有點複雜 畢業以後反而變成了 欣欣相及到好知己 因為又擔心那位 學弟C 就是直男 會覺得很尷尬 於是又找了我這一個 大家公認的 只喜歡女生的直男 去陪他 讓他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 於是我們就這樣子 兩個直男加兩個gay 四個人開車出去玩了 兩天一夜 但不得不說 整個旅程真的 什麽都安排得好好的 我基本上就只負責出錢跟玩 就這樣而已 體驗超級棒 所以什麽性向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一個人是什麽樣 不管是直男還是gay 好相處的人就是好相處 不需要因為性向而產生奇怪的刻板印象 穿女裝期間 我交了兩任女友 也參加過不少女性聚會 還被學妹拉去學化妝 雖然好像也得罪了很多男生就是啊 有一次我直接穿女裝去台中的童人展 見一位認識很久的coser朋友 剛好也有其他跟他一起 組團搭的coser 雖然我都不認識 聊著聊著就有一位 第一次見面的 那可能剛好他有什麽煩惱 想要找人訴苦聊聊天 然後兩個人就邊散步邊聊天 聊著聊著就牽手起來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覺得這一幕 應該是有被他的 親衛隊給看上 因為畢竟 身為coser還是有一定的姿色 所以後來在晚上飯局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 那個敵士的眼神超級強烈 我覺得要不是我比他們高 將近30公分 他們應該就直接開始對嗆起來 甚至搞不好就直接揍過來 說不定啊 不過至少我還是有體型優勢啊 畢竟我當時穿著7公分高跟鞋 那我本身身高 其實本來就187到188公分了 這還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麻煩 那麼在女裝期間 不管別人說我是男生 是女生 半男半女 還是不男不女 其實我都沒有差 畢竟這就是我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的表現 不管你是叫我先生 還是叫我小姐 反正我都會回答 人可以分為 身體性別 以及心理性別 身體性別很好理解 心理性別 未必跟身體性別相同 前面提到我被說女子力高 就是因為 心理性別測試裡面 我是幾乎一面倒的完全女性 所以就本質上來說 與其說我是直男 不如說我是一個有著男性生理的 心理女性同性戀 會更接近 也因此如果想要 講究正確 為少數族群發聲 那麼應該是要先能接納各個族群 包含多數族群 而不是像那群正確人士 打著政治正確 實際上只是在排擠一擊 最後變成就是一個族群 在對另外一個族群的 其次循環罷了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拜拜